在韩国流行24小时无人泡面店热潮最近是席卷全台湾 不过呢这个价格一包至少90元起跳 也引来了网友质疑 明明店价已经省去了人事成本 为什么还买这么贵呢 推开店门店内墙上满满泡面 种类琳琅满目任君挑选 这是在韩国流行24小时无人泡面店 现在热潮垂在台湾 尤其是学区闹区陆续都有店进驻 有超商就是吃超商 就是吃超商 不会想要自己煮就对了 如果是凌晨时间要来吃的话 这家还是可以吃的 那我觉得是如果是正餐时间 很多店家都有快的时间 那我觉得我真的不太好说 无人泡面店主打没有店员服务 都是要自己来 选好泡面后配菜还能无限夹 而且24小时营业 不过却引来网友质疑 认为明明店家已经省去人事成本 配菜都是泡菜豆芽菜也不贵 泡面一包价格却并不便宜 一包至少要90元起跳 引发网友议论 有人说是智商税 还有人说宁愿买超商微波 但也有人认为配菜 吃到饱跟店租都是成本 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吧 就因为还有很多小菜 就如果你觉得自己煮 就是会比较方便 民众各持不同意见 自助式的无人店 在近几年掀起热潮 到底划不划算 消费者要打算盘 记得林珠强桃源报道